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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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逆项的过程中的时候 你发现就这点区别 没有别的区别了 那么我们说 它是用计分器来传递参数的 我们说如果用计分器来传递参数 我们怎么来确定 它参数的一个数量 参数的数量 当然很容易 当小于第种情况 小于4个参数的时候 小于4个参数的时候 我们说 怎么去区分它几个参数 它不像32位 我们看push 对吧 看push 看call里面return了几 或者是call下面adv esp加了几 我们可以计算出来参数的个数 这是我们在6432位的时候 我教过大家在call上下个段 点付8 看看里面平了多少赞 大约就知道上面有几个push 然后再顶多把ecx看一看 对吧 就可以了 猜数就不会少了 但是在六尺里面 我们说它猜数是用4个计算器来传的 8、90的几 几 hop 它可能4个猜数就够用了 所以说 你拿到这个时候 你不知道是一个猜数 还是没有猜数 还是3个猜数 还是4个猜数 分不清 对吧 所以说 我们在这里面怎么去区分 其实方法非常的简单 就是 比如说 这个地方有一个call call xxx 在call的时候 大家怎么去看那几个参数 不能通过堆栈call了 只能观察了 观察哪里 观察call的上面 看rcx rdx r9 r8 r9 这4个寄存器 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被复制 有没有被复制 这是第一个地方 要看这 如果被复制了的话 那基本上很大概率 它是有用到的参数 另外一个什么 进入call name 进入call name 看看 比如说找一些代码 比如说rbx 后面可能是rcx2829的 对吧 看看他进到里面之后 看看他们4个参数 是否对其他的值 进行了一个复制 如果他对其他的值进行了复制 那么他就是参数 如果说你进到里面去 你会发现 比如说他当然代码不会写的这么的傻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样去写 r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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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胡乱写的 不要太在意 比如说什么什么等等吧 那如果说你进到call内的话 发现这样的代码 那说明什么呀 说明你看我们的这rdx2829 是给其他的计刃器负值的 说明他的值是有用的 对吧 所以说他们是参数 而我们进到call里面发现 rcx被其他的值负值了 比如说无论你是什么值 我都用其他值给你覆盖了 那么说明他不是参数 他不是参数 比如说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确定里面是几个参数了 当然这是小于 小于等于四个参数的情况 我们是需要这样去判断的 这样去判断的 这是我们64里面唯一一个 比32位复杂一点的地方 我觉得 就是判断参数数量的时候 唯一比32位复杂的 其他的东西其实都比32简单的 那需要这样去判断 当然我们说这个例子 其实不是很很这个好 正常情况下 我们说这种情况是有的 这种情况是有的 但是绝大的情况是什么呢 是rcx用的是最多的 而他们用的相对来说少一些的 那比如说拿他们三个当参数 而没用rcx的情况 其实非常的少 非常少受归非常少 但是我们也见过 我们也见过 比如说在这里面只是说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么一个情况 那我们说 这样的话 如果小于4个参数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来了 那rdx rcx r8s r9s 这4个 计存器 我们主要来分析一下 它在函数头部被复制的情况 以及进入到函数里面 被复制的情况就可以了 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说 当这个大于4个参数的时候 大于4个参数的时候 那大于4个参数的时候 我们说它在传递的时候 就不只是传递他们4个了 他们4个计存器了 同样还要传递什么 还要对这个 我们上演说是已经讲过了 对吧 rsp rsp加20 开始传递 rsp加20是第5个参数 rsp加28是第6个参数 等等等等 这样传递的 那只要你在这个call上面看到了 有mo rsp 加20 来源于什么 那就说明它是一个参数 这个其实你就很明显的 就可以看到了 很明显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说当你大于5个参数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这看到 他们4个自然就不用说了 肯定是有参数值的 否则它不会跳跃性的 去直接使用第5个参数了 对吧 我还是没有见过这样的 我没有见过说 它直接用rsp加20 然后前面的这4个 它没有用的 我没有见过 但是你如果见过这样的情况下 会给我看一下 我也会当一个例子来讲 这个情况我确实是见过的 他们三个用了 它确实不是参数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理论上rcx是应该作为第1个参数了 它没有用啊 直接用他们三个 这种情况有的 那我们说呢 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就可以去分析参数了 而且我们只能这样分析参数 这是64位为1比32位 稍微复杂一点地方啊 你需要去确定参数 啊 那我们确定完参数之后呢 就可以正常的去写写card了 传递参数 然后card就可以了 然后呢 64的这游戏啊 我们很少是需要去判定其他寄论器的值 其他寄论器的值呢 因为它用到呢 就会到里面去保存 然后呢 并且还原 所以说里面呢 我们几乎不用去考虑其他寄论器值的可能 就写完参数 直接call就可以了 而且呢 我们几乎不用去考虑对战平衡 啊 这里面几乎是这样的啊 我们来说 它为什么不用去考虑对战平衡 第一点 在64的call里面 return后面跟着这个叉叉没有了 啊 后面跟着这个叉叉没有了 也就是说它没有内屏站了 啊 也就是说这个call呢 你只要在call上下段.f8 它就是对对战没有任何影响的 对吧 对对战没有任何影响的一个情况 啊 那没有对战任何影响 也就是说这一句代码本身就是对战平衡 对战平衡的 那会影响对战平衡的就是传递参数的过程 但是呢 它传递参数的过程呢 又只是对寄存器负值 对对战地址负值 而没有新增新的push 所以说呢 整个的这个代码 对他们参数复完值直接call就是对战平衡的 这是64的一个特点 让我们非常的变得非常简单 不用去考虑其他寄存器 不用考虑对战平衡了 啊 原因就是return后面 它已经变得没有复值了啊 call呢 下面它也没有屏价了 传递参数呢 也没有push了 是不是变得简单了 啊 当然 他 同学说那这个空间从哪来的呀 传递这个参数的空间从哪来的 RSP加20从哪来的呀 啊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他每进一个call啊 他基本上前面 他会 SUB RSP 比如说减100 然后呢 中中间呢 有很多很多的代码 然后呢也有很多很多的call 这些这个call呢 用的就是刚开始开p的这个空间 开p的我们说在32月的时候开p的空间呢 它枝节就是局部变量对吧 我们那个时候说呢 开p比如说RSP啊 不能是RSP啊 SUB ESP 减18 我们说啊 他有6个参数 对吧 他有6个参数 而我们这里面呢 RSUB RSP 100 啊 100 我们说开p的这空间呢 不 不是都是局部变量的 他可能有些参数要用的 然后呢 在这里面呢 比如说 mo 什么什么什么 mo 什么什么 进行复值 啊 这个call呢 直接就用了 他实际情况下 他在比如说 mo RSP 加20 什么什么 对吧 他用的这个空间啊 实际情况下 是在这个地方帮我们开p好的 开p好了之后呢 下面又有很多很多的call 到最后return之前 他return之前会add 把这个整个的这个 给还原 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所有的call 已经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那不需要我们去什么 考虑对战平衡了 基本上不需要考虑对战平衡 但是我们说这是绝大部分的情况 他也有个例 碰到个例 我们再说 我们说绝大情况是这样去处理的 你不用去考虑对战平衡了 基本上他都是进入海数以后 进行一个统一开p 还原之前统一的还原 对吧 而且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大家可以看 比如说在这里面没有改变 堆战的操作了 你看到没有 我们在之前 比如说在这里面追一个 RSP 加20 你往上面推的时候 又push又call又add 你去找一个RSP 加ESP 加20 往上面推很复杂 而我们现在 统一的开p堆战 还原堆战 你会发现 你在里面在追堆战的地址的时候 你会变得怎么样 格外的简单了 因为他不需要推算了 他不用像ESP那样 飞进的往上推了 对吧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再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return后面没有数值了 call呢 就是一个平衡的 F8走完之后 堆战不改变 它里面也不会有 没有 这就是相当于没有内屏战 对吧 没有外屏战的 就是上面没有push了 然后呢 这也没有这个 外面屏战的代码了 就对我们来说 怎么讲 都是一些更简单的东西 那当然大家说 没有push吗 有啊 在头部呢 其实你还会看到很多的push 在后面有很多的pub 我们暂时讲过了 是那些寄存器 需要保存跟还原的 对吧 通过这样的话呢 我们去对64的这个call呢 就有了一个 深刻的理解 怎么去分析参数 怎么去分析其他的东西 call跟以前一样 参数了跟以前有一些变化 寄存器呢 几乎不用管了 堆战平衡 基本就是不用管了 追占地址的时候 比以前容易了 啊 就这些变化 变化多吗 大吗 不大 啊 反而是好像是微软 在帮我们设计的 其实它不是为为我们设计啊 它是为程序设计的更规范了 那更规范呢 对于逆项来讲呢 就更简单了 对吧 啊 那当我们在64中 遇见这些占地址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啊 比如说这个RSP加20 你往上面追啊 或者说直接在这下段 看看是返回到上面还是下面 如果是参数的话 你直接就能看到 返回去追就可以了 啊 返回去追就可以了 或者说当你是RSP 什么什么的啊 啊来源于啊什么什么寄存器 那你就直接往上追 如果说跟32一样啊 如果是在这个法规刀下面呢 也就是参数 对吧 如果在上面呢 就是局部变量 那局部变量呢 啊 我们也是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就是在本城的call里面 追另外一种呢 就是本城的这个代码里面 另外一种呢 就是在什么 如果没有的话 就在本城的call内 啊 在这里面呢 可能唯一跟这个32 可能有一定区别呢 就是他可能是 在追到这个RBP加多少 或者减多少的时候 会有区别 这个时候RBP加减多少 不再像以前一样是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呢 不像以前EBP加多少 就肯定是这个参数 减多少就肯定是局部变量 没有了 啊 RBP加减多少的话 你就正常的去配公式吧 啊 正常的去往上面追啊 这个占底的这个工作 他做的更不专业了 啊 更不专业了 啊 基本上呢 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在后面的 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 可能大家就会更了解了 啊 总之就这些变化 除了这些变化呢 也没有什么了 那好啊 呃 这个科的内容啊 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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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